为了替血顾目及血液 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每年入股私职会 3至12月都会办理捐血活动 日前的活动再度登场 地方乡亲参理情况也相当踊跃 共同捐血帮助他人 我们是300西书立区 入股私职会 我们14年来 我们每年的3月到12月 都会在我们那个 入股的分住所 来举办我们这个捐血的活动 然后我们入股的乡亲 今年都非常踊跃 所以我们每年的怠速 都比其他地区都更多这样子 然后呼吁各位乡亲 如果有时间 大家一起来捐血 第一个捐血一带救人一命 第二个也为自己的健康把关 所以立人立己 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与 如果私职会在地方上公益的付出 鲜月牛号相当肯定 而此次能够协助血库募集协议 更感谢私职会的用心 入股的私职会 其实在会长的带领之下 常常做许多社会公益的活动 那其实平常在许多奇难的部分 以及包括社会公益的部分 我们还看到私职会 入股私职会非常的不落人厚 还经历了协助地方的乡亲与民众 那这次也实的肯定 特别感谢我们入股私职会会长 还带领众师兄 和大家共同来解决全台湾 大家需要血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鲜月牛号也希望入股私职会 此次募集协议的散举 能被更多人看见 日后也能够一起来参加捐血活动 让协库协议能够处于充足状态 以便不时之需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在入股私职会的会长的带领之下 大家也很踊跃的来这边 做一个捐血的活动 其实在台湾 常代性的都需要 许多的捐血的血 还来去帮助许多 随时急需的一个病人患者 那所以说在借由这次的 入股私职会的捐血活动 我们看到民众踊跃的伸出援手 还捐出热血 那也希望说 在这样私职会的捐血活动 还那么有满的成功 那可以让大家都能够知道与肯定 议长何正峰肯定 入股私职会的三前一举 也要请民众 在自身健康情况许可之下 能够踊跃参与捐血活动 让更多有需要协议的人 受到帮助 记者卢一凯 入股采访报道